在体面人公寓一睡醒 发现头两天元旦没给发的被动收入 给咱发过来了 两天的一共一百多 这岂不是美滋滋 睡醒就收钱的感觉真好 起床起床喝瓶水 然后洗漱一番 咱们出门消费去 就这样 挣了一百多 花不完根本花不完 这被动收入啊 就是我介绍了几个装修老哥 给人干活的提成 他们是技价工资 所以咱们的提成也是有高有低 走吧老哥们 咱们出门吃好喝好 其实上午的时候 我睡醒没事干 找了找活 但是没找到多合适的 美滋滋 咱身怀一百多 去成都村厚楼锅招 美美的消费去啊 去整个老哥快乐餐吃一吃 看到有卖烤鸭的 嗯 卖相不错 斩上一只斩上一只 咱有一百多啊 花不完根本花不完 斩只鸭去怎么了 消费十四元 今天咱们不吃片皮的 让它给咱展开以后油炸了 颠着烤鸭去旁边 整顿老哥快乐餐 一荤两素带馒头八块钱 美滋滋 哎老哥们 咱就实际吃实际花 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 体面人出门 那炖吃饭不得四个菜 白菜炖豆腐 千叶豆腐 炸鸡柳 外加半只烤鸭 这伙食标准可有比的 比不了 谁能比也没得比 这生活也未免太奢迷了吧 那怎么办呢 咱今天可倒账了一百多 吃完走人 腻味道不错 还是一如既往的油水平啊 继续保持 吃完饭不整个饭后小甜点 那不合适吧 这种基本上没皮 纯吃馅的鲜豆糕 九块九五个 来上一半 这才几个钱呀 咱睡醒就挣一百多 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 美滋滋吃着咱们饭后小甜点 去整杯小甜水 点着上网去啦 老哥们 优雅又从容 整个人是优雅又从容 卖小甜水的地方 他还在搞活动 全场都十五 那这 咱不得要被最贵的炒一炒 这事整的一向力胜十元 你让我这一百多怎么办 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 甜水十五 糕点十块 快乐餐八菜 考样十四 疯狂消费四十七元 来到网巴黎 美滋滋的开始上网了 老哥们 无忧无忧的快乐生活呀 我们能拥有这种快乐 又从容的生活 最大的底气 就是咱们一天能挣一百多 快快乐乐的玩了两个小时 咱们正在这教训对手 突然间接到了老王一个电话 老王是一个在经常 跟着他干活的日节公投 跟咱们关系还挺好的 他说让他下午 跟他出去办点事 当玩了 意思就是不给钱 纯玩 不过咱也无所谓 反正你已经挣了一百多了 事情是这样的 他之前跟人一块包过一个活 承接人家活动之类的 不过尾款拖了一年多都没给他 还想趁着这个机会 你要账去 那边还差他两万多块钱 不到两万五 但是一直拖着不给 还挺烦的 他也就约了好久 才约到跟人周末见面 走吧老哥们 咱们去探讨对方什么水平 到这以后老王提醒我 体面点 把这个口罩扔了吧 咱们是去要账的 不是去要饭的 来了对方公司这 跟老王上个楼 对方负担人是个女的 三十来岁 我们到的时候 他就跟一个男的坐那喝茶了 老王把单子往上一溢 要张的发话刚说出口 这女的还没说话呢 旁边那个男的不愿意了 你们看看时候 这边谈事了没看见 先出去 一句话好得我们一懵 老王没说话 我有点不乐意了 往前一靠就想跟他理论一论 我们约好这个神秘女见面的 后面的话还没来一说 老王拉着我们就出去了 出门还陪着笑脸 我们一会儿进来 我们一会儿再进来 你们懵 然后就下楼等着 用了我一脸懵逼 不是哥 咱们约好的时间咱们站立 你这是怂什么 他说哎呀 去那天眼里面已经没有 这个男的明显是被叫过来顶事的 他也不想管 就是当着这个女人家没办法 你等着看他待不大会儿 这年头没人愿意替人家得罪人的 你以后出去一会儿注意 碰见身杂带食了 就让个面子没坏出 是不丢人 多少事都是这样出的 还真让他说对了 那男的没遇到就下来了 见了老王还背儿徹起 递了个烟草的 老王很得意的看了我一眼 让我在下面等他 他自己上去涮荡了 下来之后 老王脸色笨差 不顺利 没跑了 问他什么情况 他说人摆了 就没有 我说那咋的 他说给了五百 哇塞 两万多的账 你要不要弄五百 牛皮啊老哥 老王一声炒炭的说 走 这五百块钱咱俩一边吃了 我说没必要没必要 花五百块钱再来吃饭 你直接帮我做个据 我说那不行 你跟我出来办事呢 怎么能白跑 我说那咱俩随便吃点 正好我脚再说 一会儿已经有捏脚去的了 咱俩怕男人 吃个超义心或者喝碗面都行 老王一听去捏脚 立马来了兴致 跟我说道 其实我也不太饿 你感觉怎么样 我说我也还行 那还有啥说的 走兄弟咱们走 来吧老哥们 咱跟着老王战光了 根本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 正准备美滋滋的通个销呢 网马大神吴情哥 嬉皮下脸的凑了过来 不用说 这是又想抱我金币的 他说最近遇到点困难 能不能借给他一百块 吴情哥遇到困难 他这人本身就是个困难 天天不干正事 就想着怎么爆人金币 我问他这次什么困难 他说外面欠了点账 哟好家伙 多少的账 说来听听 一百多 这可真是天大的困难 我并不想帮你解决 不过这时候 我突然想到了 头两天刷视频看到的一件事 有个人去捡放烟花的纸壳子 一晚上挣了五百多 我就拉着吴情哥出去 来了了窗户口跟他说 大众王场那边放炮的很多 你就去那蹲着捡 然后我找人帮你卖 问题不就解决了 说实话 本来我是有点调侃恰玩笑 没想到吴情哥听完后扭头又走 你帮我看着点包 我现在过去收 卧槽 看到吴情哥远去的萧瑟背影 我心中不禁产生一股疑惑 有此等行动力的少年 只会落到如此田地 好奇怪 解决了吴情哥这个麻烦 我的心情大好 我是万万没想到 刚说解决了吴情哥这个麻烦 就接到了吴情哥一个电话 也就一个两小时 吴情哥又遇到了困难 他说在那捡纸壳子的时候 被人揍了 人家不让他在那捡 豁插这年头还能有这事 那可是个广场 谁能有这权利 而且这活是我让他去的 现在不管他也不行 不过这事咱们不能自己去 对面什么阵型还不清楚 就给胖厨子打了个电话 让他在店里等我 咱们直接去找他 跟他大概说了一下情况 胖厨子听后二话没说 直接穿衣服拿钥匙 跟咱救人去了 走啊老哥们 咱们平事去 不过该说不说 胖厨子的脑子 好像也不太好用 他在路上一直问我几个问题 剪纸壳子一晚上 真能卖五百多吗 我的天 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关心这种事情 你对于金钱 是不是有点过于依赞 这样很不浪漫的 到了大众广场后 群木李全 才在一个角落里 找到了垂头上计的吴情哥 见面以后 我们直接问他 什么情况 对面人呢 吴情哥说走了 他们把我赶到这边来 走了 我又问他 你现在怎么样 几个人揍了你 他说没揍 他们也是剪纸壳子的 他们说 我要再过来去剪 他就揍我 把我推过来了 这一听我就来剃了 什么情况 凭什么不让我们剪 走 来找他去 你给他剪的 这不是欺负人吗 吴情哥一听 我们要去找他 来劲了 傻伙是跟我们说 他就是欺负人 那有一堆收拾好的 我过去剪他 不让我剪 啊等等 人家收拾好了 你过去剪 那他妈叫剪吗 你这倒是怪省事 直接剪人家剪破烂的破烂 那怎么认识 你一见就傻 哎呀 生气歸生气 看着他这熊样倒也怪可怜 被我喷了一顿的吴情哥 坐在地上又一谋了 我现在都有点分不清楚 他到底是笨还是坏 你要说他坏吧 他这么笨他靠什么坏 但你要说他笨吧 他还知道剪人家收拾好的 这人啊 好矛盾 他是怎么做到 缺心眼又有心机的呢 这种情况 咱们是万万不可能替他出头了 但今天整这一出 情也确实怪我 心中有点小小愧疚的我 则没喊着吴情哥 去胖厨子吃点饭再说 哎 大哥 不是 哎 你就别剪了 哎 我 你这东西带着土的 人家不收 哎 不是大哥 你这样点在土层了 你把土敲了干嘛呀 吴情哥说没事没事 然后就点着还在冒烟的 只可能走了 你不敲土 也得等他不冒烟了吧 胖厨子的时候还在休息 这一晚上真能挣五百多吗 我哪知道大哥 我就在网上看的 也不是老真假 我就是想着 不要他跟我借钱 谁知道哥们真来见了 不过为了满足胖厨子的疑惑 我们找旁边老头问了一下 他说昨天比这多 卖了七十 这套你头回到胖厨子店里 那就吃点吧 今天这事我确实有责任 直接借给他一百块钱 不就完事了 大不了过两天 让他给我出镜面段口锅 现在倒好还搭顿饭 不管胖厨子让不让我拿钱 这顿饭成本也少不了一百了 咱就说吴情哥这人 他确实跟我们不太一样 你看他搅拌酱料 就十分的逼扭对不对 看着很奇怪 因为我们正常人一般 用快的 吴情哥他有问题 但是很难解决 因为他整个人都是个问题 这时候胖厨子烤了点剩串 也过来了 我们发热边吃饭 边忙他想出路 看啊老哥们 吴情哥和胖厨子的梦幻联斗 这时我们这群 底层小人物的心酸日常啊 商量了一圈 也没给吴情哥想到出路 毕竟能被俩捡过了老头 下走的拳手 保安他也干不了呀 我都在想 要不要联系了一人 把吴情哥送去黑心工厂 这样他能混口饭吃 咱还能挣他五百块中介费 但咱们说归说 闹归闹 该想办法还得想 不管是英识 咱们行走江湖嘛 穷不帮穷谁照样 可这种照样也不能是 单纯的借给他的一百二百 要不要无所谓那种 有了钱我帮他 还不如捐给刘手儿童 如果还好吴情哥说了 他明天就去干活 自己挣了工资 去还别人的账 最后吃完饭 咱还是找胖厨子饭店里 换了五十块现金给了他 现金能花得慢点 这个世界是很残酷的 不过还好 他并不绝望 你再岔岔不过 吴情哥 往前走 只要走 不定有路 今天是汪八大神改造计划 我要彻彻底底的改造 吴情哥 在汪八里睡到中午 发现昨天说要去干活 挣工资还钱的吴情哥 还在那看小说 他说他昨天看小说 看到四点多 早上起来睡过了 熬到四点多 你说叫睡过了 熬到四点多 你这就是没想去啊 还喝了两瓶奶茶 你这生活未免太奢密了吧 啊 这个情况看来指望他自己是不行了 实在不行 咱们先带着他生生急吧 我也饿了 懒得跟他多嗶嗶 咱们直接吃饭去吧 老哥们 一听吃饭 吴情哥倒是怪积极 这你怎么不睡过去啊 老哥 倒是也不差这一顿了 带着他跟咱一块吃吧 走吧 咱们去美滋滋的吃一顿 上好的黄焖鸡米饭 哎呀 吴情哥 你这个个人卫生情况 我实在是有些看不下去了 咱们床荡江湖 要的就是个精气质 就你这个状态 你说说我怎么带你 带不动啊 根本带不动 我决定了老哥们 这个事啊 咱要想办成 必须先把吴情本身的问题 给他解决了 比如使用洗手液 好好的把手给洗干净 这是最起码的吧 我觉得我这个要求也不是很高 不然你这一出门 手一身 给你们虎皮凤爪似的 谁敢用你 吃完饭回到网吧 我决定先要找个活 今天带吴情哥去试一试 就是先浅浅的合作一个副本 看看吴情哥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情况比我想象的 要不乐观很多 当我看到这条消息 我又看了看吴情哥 不行 这样不行 就吴情哥现在这个状态 我想带他 他都没资格跟我一块下辈啊 走吧老哥们 我要给吴情换身装备 说实话 今天之前 我都没有仔仔细细地 研究过他这一身装备 就这一只 拉击堆拎前来的新手装啊 破旧的新手布鞋 装备耐久度 零 就你这牌面 怎么创当江湖 怪不得收官的大爷 都看不起你啊 在回体面人公寓 给他升级装备的路上 还蛮人一个事 吴情哥 他竟然没有解锁蓝色小舵剂 这真是 新手任务你都没做呀 要不说一个鞋 扭住掉这么快呢 带吴情哥回到体面人公寓 把咱们淘汰下来的装备 给他远一点 这都是咱换下来的装备 现在基本不用了 改造他 我就不信这么多东西 咱不够改造他了 首先 就要他把鞋先给咱换了 从这个视频里 你们应该能看出来 我对他鞋的敬畏 这我 我都在想 要不要给这个画面打个马 原来黑色 张到极致 是白的 吴情哥 果然无情 黑袜子都给换成白的了 还有你这个发料的裤子 赶紧给我戳上来 换一条换一条了 看着他身上这件 包姜的红色羽绒服 我又陷入了沉思 哎呀 都管了 就把咱们身上这件 直接给他了 这可是我头两天 刚在城东村小恒龙购买的 新装备 又找了两件 鲜粘穿的衣服 一起给他带走吧 但小胖真累 还得给他送装备 下一步的是要解决 吴情哥的清洁值 以前他的清洁值太低了 去洗澡的路上 跟他把旧装备给送去销毁 这太吓人了 天天穿着呀 什么人他也好不了 现在咱们来到 王关照大众日识 好好地让他清洁一半 吴情哥跟我说 他前段时间刚洗过澡 看他用着量子 前段时间 我前段时间刚撒了个电视 你们还记得吧 这是他换下来的 红色棉袄里的内搭 原来你吴情哥的冬季皮肤里面 就是其他三个季节的串搭呀 有点问题 走吧继续改造 让我们乘着阳光海上冲浪 吸引汤姆国 美霸沙龙走一走 给我们吴情哥来个吉普神的 顺便把他的胡子这么撤离了 好不好 我需要的是一个阳光行男 来啦 吴情哥2代0 我决定插手你的人生 做你的时尚顾问 别说你不能 但是也感觉没有那么时尚 你来话的吴情哥老了十岁 现在我要带全新皮肤的吴情哥 去做日节生理 今天喊我们干活的老哥 还有些犹豫 一会儿我要让吴情哥惊艳到他 坐公交来到了济南大东边 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 进去之前 我跟吴情哥反复交代注意事项 抬头挺胸 表情管理一定要到位 今天的任务装客户 怎么说呢 总体还行 吴情哥戴着口罩不说话 还像个正常人 看完活我们俩人总共到账100块 我给了吴情哥40 这没毛病吧 扣下10块很合理 咱们闯荡江湖啊 要的就是个体验 就是那一口气 提住了别放下 钱没了能挣 工作没了再找 只要你别认输 这口气儿别谢了 那你就败不了 生活很难啊 你知道我也知道 可是别怂啊 打起精神来老哥 他一般不能怎么样的 你要是自己怂了 怨了不想体面了 想当乞丐了 这样的人 一如老爷他也带不动 哇哦 吴情哥这个镜头好帅啊 但他的意思是手机没电了 回去的公交 需要咱帮他买票